全民在座的书写上一回 上回我们讲到 那个宋席中 本来见到宋光他们一百年八位好汉 平定遥国 剿灭田府 现在又捉倒王兴 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而且 如果自己大宋朝 游着你扮能征善战之将 对自己天下来说 当然是一件莫大好事 召集百官本来想着 要好好地封赏宋光他们 谁知太师赛经一听 就立刻行传半步 对宋徽宗说 现在天下还未完全太平 如果这个时候就封赏宋光他们 将来还要他们出征假仗 那么到时候就很难再升他们官了 请帝下三师 宋帝中听到居然 觉得有些道理 但是 他的心始终都觉得不好意思 觉得这帮人出了这么多力 立了这么大功 你不给个官 有些封赏给人 那怎么说过去呢 这个时候 田瑞虎太位高求 马上走出来说 哈哈哈哈 陛下 神有办法 咯 外卫有什么好计呢 帝下 太师说得是很有道理的 虽然 宋光这一百零八人 平辽国 陈田府 族王兴 的确是很有功劳 但是 他们不仅 正刚刚归信 朝廷武奈 而且这一百零八人 前几次陛下下因子 给他们那些原来 在军中任职的人 回去各个州郡 院府那里 官复原职 这帮人都不肯 始终都聚在一起 呵呵 这就显示他们对朝廷 还有戒心 哦 你有戒心 那难道朝廷也对这帮人 不加防备的吗 现在既然还是用得着他这支队伍 我觉得 可以暂时先封了宋光 奴俊仪两个人 等他们两个有了个官职 可以贯触以下那帮人 至于 其他的一百零六人 可以挂个虚咸给他 呵呵 暂时 依然受宋光 奴俊仪他们的约束 每次奉赏的时候 金人掌赏 就是重忧 但是 那些挂虚咸的人 以后就未有俸禄嶺 这样 在原子上 大家都说得过去 另外 又看朝廷 那些挂虚咸的一件烦恼 宋光 听到赛经高求都说得头头是道 下面有很多官员 赞成这个方法 朱氏仪一揮手 好了 那要是箭帅和书勿 共同商议 如何封赏宋光 第二天 宋光 听到同官高求说商量好 将奉赏方案 给他看过 宋光 最终点点头 马逊就召送光 盧俊二 一百零八人进尖 在金联殿下 宋光 亲自开口 他说 各位外省 朕得了你们一百零八人 忠心耿耿 替朕平海外 立了连长功劳 真是辛苦大家了 不过现在天下还未平静 还有以后要用到大家的地方 所以暂且 宋光加封为保义郎 征秀王城之 盧俊二加封为孙武郎 戴御前喜械 行刑团练之 至于吴勇等三十四人 就加封为正将军 朱武等七十二人 加封为天将军 按照大家出征递上来的功劳簿 至上金人若干 上次三军人等 今次 宋太伟 请他切克申辅宋光 快点九头謝恩 是 謝皇上恩典 今天 宋光带着一班兄弟 马上去金链段上三季九寇謝恩 寇完头 带着内侍臣 即时赐宋光的錦图一箭 金甲一副 明马一躺 盧俊义以下 就有各自不同的想事 然后 就在光陆之间大牌预见 请大家饮酒欢演 刚才很多人謝恩的时候 口里面忍着字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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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对 杭宋 你听不听到我们参职什么军 杭宋 他说 听说 有些是将军 有些是偏将军 网上金马可源 帮我来参成将军 杭宋 杭宋 所以 是呀 我想偏将军比将军差感知 但是 哇 将军啊 自威水 看来这魂跟宋大哥更合作了 不用听这些说话 他这么举下台一美虎少 这魂呢 想不心良都不行 连长鼠建立了这么大功劳 但是听刚才 朝廷居然是这样来打回我们这帮兄弟 宋光亚哥 和盧俊义他们两个 是我们的呆头人 一个封什么保尔郎 一个封什么孙武郎 这些叫个名字 好听的 实际上他们的官职 一个是 正王城市 一个是刑团厌史 哎 这两个官 论于品级来说是重发品 正所谓 七品已经是芝麻官 他两个都比芝麻官还要小半粒 至于自己和其他一帮兄弟 听个名字好听 一些叫做正将军 一些叫做偏将军 本来论在军下不是说 应该是 牙将 偏将 悲将 副将 然后才叫做将军 将军很大 可惜 朝廷风 自己这帮所谓的正将军 偏将军 全部都得那么靓 没有实受到官职 即是连衙门都没有 你这个将军 带了多少兵 衙门在哪里 又或者你那刑兵在哪里 全部都得到刑兵 不单是没有什么管 而你每个月 实际应该得多少俸禄 也都没有开声说你知道 不过都想到了 宋刚他们 是从八品 那自己依然受他折制 甚至连每个月 有没有俸禄拿 即是有没有工之领 都成问题 唉 不用听到这儿 就不敢摇头嘆气 一帮人 射引出来 饮完那屠宇宴 就一起回城外的军营 宋刚他们回到刑界之后 翌日 空宣正在截入中军上 找到宋刚他们一帮人 就对宋刚说 我师父罗真人曾经吩咐频道 叫我宋兄长回到精城之后 就马上回山 再和师父刚才学到 今天见到兄长和一帮兄弟已经是功成名咒 贫道就想惆耻拜别 翻翻去从师学到 事奉无陈以尽天然 宋刚记起 宋宣正之前的确说过这番说话 哎 哎 一想到这里就不敢山言里下 天帝啊 我们一帮兄弟 梁山聚意 就好像仙花初放 现在兄弟分别 就好像花朵凌落 原帝的确说过这番说话 为兄也答应过你 是的 我怎么忍心 和言帝你分别呢 宋宣正说 如果贫道半路就离开人兴 那真是寡情博意 一点都不嫌疑之情 但是今天人庆已经功成名咒了 如果我再贪恋红尘富贵的 那你有为师父教化 更加不是我们修道之仁的征徒 请兄长应成啊 宋刚再三再四都挽留不住 于是就只要摆起一席烟灰 跟众兄弟一起送别公孙正 在原席之上 大家对公孙正的离开 就不断叹色摇头 人人都很不舍得 公孙正是日日安慰过之后 然后就着翻自己的麻衣麻蟹 背上行浪 就向北而去 他走了无奈之后 将近过年了 百官准备上朝朝河 财太子经约宋刚他们 又再上来朝河 宋飞中这个人是很深远的嘛 如果宋刚他们来到 向天子朝拜祝贺过新年 天子见到就问一下 你近方如何啊 对风想满不满意啊 万一宋刚他一顿气 宋飞中一心远 岂不是会重用他们 于是他马上向天子稳咎 降下圣旨 就使人说 只是叫宋刚 盧俊仪两个又职又身份的人员 就徐班朝河 其他的出征将士 因为现在呢 他还是扎身之人 所以大家继续可以留在军营之中 就不需要上厨了 宋刚请的这道主意 更加之闷闷不落 回到军营之中 不用理解他们几个见到 就过来问宋刚说 兄长 今日去朝河天子回来 为何现实面 竟然见到那么多优秀神色呢 宋刚就叹了一口气 看来我真是八字浅薄 时乖混济 本来想着和一帮兄弟东尊西土 脱口平了受尽了这么多辛苦 应该都可以和大家谋回出身 唉 但是现在连累到一帮兄弟 至今都无功无虑 所以个心因此仇闷 吴忠说 兄长 我看你只是迟运味道 这些事 洗什么怪心道 相万事犹天定 想得多 赚得自己多家烦恼 黑旋锋 黑旋锋理他说 嘿 阿哥 我说你 这都叫做自己拿来习 自尋烦恼 当初在梁山堡里面 有谁敢起你仇啊 结果经常想着 今天要朝安 今天又不说要朝安 现在朝安 怎样起来这么多烦恼事 迟得 大家一帮兄弟都在这里 如果在这里既然受气 这么不开心 不如一体再反上梁山坊 那起不是更加快乐吗 宋光一庭 当初一黑发现 大声开话 你这个黑鬼 你这个禽兽 又来无来 好不容易 我们大家 先可以受着朝廷之安 做出博家良审 从今之后 你背脊子就这样可以随去 可以重新堂堂正正地做人 这个是至今好事的价 为何你反省确定是脱不去的呢 大哥 你不听撇旧的说话 第二天你还有一段气愁啊 喝完之后 你再捧着酒情 你自己走着喝酒 甚至宋光在军营去念法律的雷苏 苏求就早就打人 混入了梁山的军营之中 探听一下他们的反应 一听到宋光他们说了一番这样的说话 又听到黑船公李毗曾经发过这样的牢骚 哼 确实 是 报求马上千有加操 将这件事 说给赛经 和稳救给宋辉中 知道 他说梁山博有的人 反心不惜 现在醉起城外 如果他把他拿进来精盛 黑容什么也就是闹出事业 宋辉中听到立即由以后指议 赵叔太太为亲嘴传子 而且还将这道指议的意思 写成访文 是在黄城内外 访文上面写着 但凡跟随过 夫保义、宋光、奴正义等出征官员、将军头目 全部都在城外隔營聘后召险 如果没有上司的名文传唤 不能在善致入城 如果违反 就依奔律以罪 这张访文 甚至撤到宋光的刑门口 意思是什么 自然就非常明白 宋光看到这张访文 又听到叔太为传带的意思 他的心更加仇苦 其他他那帮梁山兄弟听到 人人的心得很火焚 自有此言 老子两子三番 和你打了这么多圈圣像 你最后用个虚限来堂塞我们 这样也不要紧 现在还要撤出访文 如果没有命令 不让我们入城 只想我们注册到城外刑中 那什么意思 将我们当监反对待 一天 一帮水军头领 大家喝酒聊天 见到军事不用走过 李俊入了不用过来 这时候 张樊张训 阮士三孔 大家聚在一起 一边喝酒 一边李俊忍住都不用了 这次 你说朝廷那什么意思呢 噢 将我们整班人 困在这个军营之中 跟我们囚禁起来有什么分别 我死 我死 这个分明是那些奸臣在搞三搞四 遗失贤怒 等到那个皇帝呢 根本是不分好大 不问是非 我们阿哥 所以慢慢就要来拆拆我们整班兄弟各自调开去 然后多时候都不知道想着怎么来对付我们 我们大家都商量过 现在我们有件事想做 如果告诉阿哥他肯定不肯的 不过 只要军事未走后 我们大家一起跟住 整班兄弟齐心 我想阿哥呢 也不止能够答应 我说赵管家既然这么摄破 不然 我们就趁先 马会起上来 将东征全集略一空 进入梁山坡 再扯其中坡 到时又是众家快活 但是 你说怎样 吴庸晓摇头 唉 自古说箭头不发 只得箭竿射出去有什么用呢 所谓射无头不肯 这件事 我不可以善作处将 但是 大家既然有这番心意 我可以 等到机会和阿哥说 只要奖复了他 这件事 你们要做 怎样都可以做得通 如果不是的话 大家如果真是造反 阿哥难在盈门口 那你们反不反得出去 几个水军头领艇都不用这么说 大家就不再出声 不用心想 唉 现在朝廷想法不明 大宗的兄弟 原来大多数都有这样的怨言 这些情形不和宋刚说的不行 如果不然 万一迹出什么变故 到时候更加麻烦 于是找一天 吴庸晓摇头 那两个人 大鸡皮 乔庸晓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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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不用做这么多药草 那当然都是开心的 那倒是 不然就立刻打射去军上 阿哥 现在一帮兄弟 本来在山寨之中快快活活 现在受着招安 为国家出力 做国家的臣子 这都无所谓 只能够为百姓做些好事 大家都开心 但是东正西土 立了这么一群功劳回来之后 居然未能够受朝廷任勇 所以现在你这帮兄弟 大家的心都有怨气 宋光听到 桑桐醒水 听军师你这么说 难道有什么人 跟你说过什么话 吴庸说 阿哥 你都经常皱眉眉头 这帮兄弟有些埋怨的说话 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更何况 古人也有说 富与贵 人之所欲 富与贱 人之所虎 唉 现在一帮兄弟 连帮精箭 受了这么多辛苦 到现在 真是白衣之身 你说 他们的心情会是怎样 那么 宋光听了 他就说 真是 如果这帮兄弟 因为这样而有意心 大家如果只是更加怨气 那就算了 但是 如果他们 想重新扯其作反 你问到我 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 就算我死于九存 这个心 对国家都是忠心不改 那天 天天早上一起身 宋光召集各位兄弟 进入中军大将商议军情 等于大家来到之后 宋光的对众人说 我宋光就是一个云城小利出身 因为悟杀严婆式办了大罪 得我们一帮兄弟扶持 在梁山博推了我做首领 今天既然我们受了招案 今天要遵奉朝廷法子批举 我宋光有几句说话 在这里 只要和大家说清楚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